江紫衙,本姓江,名尚,自紫衙,他的祖先曾受风雨,吕,帝,顾又名,吕尚,他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其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一位策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竹,道,法,兵,纵横诸家 他皆将他视为本家人物,顾被尊为,百家宗师,穷困潦倒,江紫衙为辅佐周文王,姬昌,钱,生活十分潦倒,坎坷多摩 32岁时,因为商朝战争不断,他为了躲避战火,跑到山上修道,经过40年的苦修,直到72岁才出山 出山后,因为年纪大又没有一技之长,只好暂时投靠在朋友的家中 为了谋生,他曾经编制竹篓或把小麦磨成面粉拿到市集上贩卖 也开过饭铺,卖过牛马猪羊,为人算过命,等等 可是每次都支持,不久就失败了 因此经常受到妻子的奚落与冷嘲热讽 后来他在昼王,手下担任夏大夫的职务 可是昼王荒饮酒色,暴虐无道,命令他尖造 露台,江子牙看了图样,发现着 露台,高四丈九尺,上造琼楼玉宇,变革重严 且要以玛瑙砌成栏杆,宝石装成栋梁 江子牙见到昼王如此一使百姓 荒唐无度,末日必将不远 于是对妻子说,我不忍见万民遭殃 娘子,你和我前去西齐 将来必有彭达之日 可是他的妻子嫌他没本事 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小官也做不好 就不愿跟他在一起了 江子牙不得已只好独自一人逃到西齐了 西齐就是后来的周国 江太公钓鱼 江子牙最后到了陕西省的中南山 经常到为何钓鱼 因为他的鱼钩是直的 所以三年过去了连一条鱼也没有钓到 可是神奇的是 后来他不但钓到一条大鱼 而且还在鱼肚子里发现了一本兵书 有一回 周文王道为何一带打猎 遇见八十多岁的江子牙坐在河边垂掉 经过交谈之后 发现他就是周朝从太公胆赴起 就一直盼望着的武能安邦 文能治国的贤才 于是周文王高兴地说 无太公望子久矣 所以江子牙又好 太公望 俗称江太公 后来他辅佐周武王灭伤 屡见其公 受封于其地 辅佐周氏 周公 鸡蛋 是周武王 鸡发 的弟弟 将太公封于其地后 过了五个月 回来向周公报告其地的情况 周公问他 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报告呀 他回答说 我简化了君臣的礼节 一切顺着当地的风俗民情做 所以齐国很快就上轨道了 周公的儿子伯秦被封在鲁地 三年后伯秦回来向周公汇报情况 周公问他 为什么这么慢才回报呢 薄青答道 改变那里的习俗 革新那里的礼法 至少要三年才能看到效果 所以回来晚了 周公听了以后 叛道 政令只有平和一行 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将太公在他著作的六桃 一书中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他主张国君要行人修德 不可为己而害民 如此人民才能与国军同舟共计 国家才会越来越强盛 将太公不仅为周朝建立了完整 严密的政治体系 也为齐桓公和管仲的 九和诸侯 一框天下 的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的军事思想 在 六桃 英福经 太公兵法 太公金会 等著作中都有论述 历代著名的军事家如孙武 鬼谷子 黄石公 诸葛亮等 都吸收了 六桃 等著作的精华 并予以发扬光大 不皆能在中国的历史上名垂不朽 圆满成仙 据史书记载 将太公活了一百三十九岁 为什么他能活得那么久 且有那么大的智慧呢 据了解 修炼的人达到某个境界之后 可以开智慧 也可以延长寿命 将子牙经过四十年的苦修 不但延长了寿命 还悟到了常人悟不到的宇宙真理 然后再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磨练 最后终于成就了博大精深 远远流长的丰功伟业 因为太公的生平是如此的伟大 超长与不凡 可以说几乎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 所以其人称他为 天奇至尊 道家则传说他已经修炼圆满 升天成仙了 明代的 风神演绎 中 更明确把他纳入神仙之列 而历朝历代也都有人为他建立寺庙 以功后人瞻仰 爹 进入神仙之后 又 highlighted 继出国 都我的耳朵 加元